哈喽大家好 现在是2点42分 就有股友呢问我这几只股 如果你也是有兴趣向我问股的话呢 可以去我channel里面按这个joy button 参加会员 这样呢你就有就会向我问股了 只是需要 马币10块钱罢了 有股友建议呢 就是说我把这些我讲的这个 这个分析呢 就简单的记录在这个图表上面 so我就简单记录 然后呢也是说要怎么去操作 什么是subloss 什么是entry price, exit price 这些东西也要记录在里面 这样我就尽量吧 如果你们有任何意见的话 觉得这个很麻烦的话 给我知道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母义吧 这位朋友呢就说呢 听到一些消息啦 我就觉得消息的东西 传出来的话 就要小心啦 啊 我们可以看到呢 查老师讲的其实是 其实是并不是很漂亮的啊 这边你看这边很多套牢盘 我们看这种套牢盘呢 我们就尽量的避开他吧 而且你看到这个指示线 蓝色线呢 都是压住他的 不是线是压住他 基本上全部都是压住他 他现在往下掉 他的支撑就这个 这边有一个 之前的支撑来的前提 如果他 tap port 这一个支撑啊 就是tap port的话 今天应该是0.62啊 啊 这样的话就要 出场了啦 如果有股肉出场啊 呃 这种投中表情呢 就尽量的不要去动他吧 尤其是他正在下跌中 啊 又有消息 不要小心一点啊 呀 如果真的要进场的等啊 我觉得如果他真的是 飞到这边200天均线啊 啊 这个呢 我觉得就 啊 可以进了 如果飞到700天均线这边的话 这边有筹码风啊 啊 啊 就可以进 啊 这的话就很难的 我就把这个200天均线 这个也是写上去 如果回到这边来 啊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把它subloss 飞到放在这边 就是这条线啊 然后呢 Ducket price呢 就 放到这边吧 之前这个 这样的话呢 你就有 大概是2.8的这个 啊 2.8的这个什么 list and reward ratio 这个就 比较好看点啊 也是有机会 但是他一定要回到这个 0.55 这边的位置 说附近啊 不一定是这边 呃 我认为他不会跌破这个位置 但是如果 有在这附近弹上去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的啊 是可以的 这个就是某一巴 这个时候不要动他了 呀 我觉得 如果他有 如果他有机会跌破的时候再看 如果他这边弹上去的话 也不要动他了 因为 他老板很多 呀 我们就记录起来看一下 另外一个是 JATEM 我看一下 JATEM 这个股呢 哎 这个真的是很难 他这个股真是太难看了啦 可以看到了啦 全部筹码主力先要注查 他老板一大堆 靠近这个52周的新低 这个不要去夹刀了哈 就要等吧 我觉得这个 等他洗下先啦 洗下先 等到某一天之后 他有机会突破 这个整个筹码风的时候 可能还有一波啦 没有突破这个筹码风呢 基本上都是很难去操作的 暂时就忘记他吧 另外一个是 我看一下另外一个OKA OKA 就讲了 你看他 已经盘整的 很久了 盘整区 就是在这个什么区呢 就是在这个大概是7毛半 到 7毛9 这边盘整 这个很难去操作啦 因为 你买在7毛7的话 7毛9有可能要卖出去了 所以我建议呢 这个这种呢 区间盘整的股呢 这种呢就 忘记他吧 忘记他吧 不建议操作的东西 另外是买EG 买EG呢 我个人认为呢 他现在下跌中嘛 下跌中 啊 不建议操作的东西 他现在下跌中嘛 啊 啊 他 如果要进场的话 我觉得最差要等他站上去 这个200年均线后再考虑吧 没有站上去的话很难搞啦 呀 但是如果他有机会回来 回到这个位置啊 就说回到大概是7毛钱的位置啊 这个的时候可以考虑进场 因为这边 筹码工的最底价是7毛钱 他应该不会跌破的 又有这个 回这先去守住 但是 会不会飞到这个位置呢 不知道 但是如果他真的 是有回到这个位置的话 可以考虑的 你就可以考虑 你可以把它放到这边 为这个这个这个大概是7毛钱的时候 啊 就可以考虑了 sopblock大概是6毛7左右 上去的时候就容易点 我们就把它记录起来看一下 但是要回来了 我觉得他要回到7毛7 7毛钱 应该也是有点困难的啊 看有没有盘整啊 这边 盘整的话就很难操作 OK WELLS 这个近期好像很热的样子啊 但是你可以看到了 他的拉 他已经是一直往上去啊 啊 成交量就往下跌了 看到没有 要小心啊 你看他的拉柱啊 这个拉柱呢 是越来越小值的 啊 K線的体积呢 是越来越小了 就是说他的momentum 就是往上去 momentum是越来越少了 不要去追高了了 我个人认为呢 如果要进场的话呢 就等他回调买上涨吧 回调 买上涨 那时候再考虑吧 等他出现一个higher low的时候 再考虑吧 这个时候不要去追高了啊 不要去追高 有朋友问更定 我是讲呢 更定呢 好像是今天或是明天 都要出他的这个quart report了啊 我觉得什么这个时候 什么东西都不要做 你看到他好像往下掉了 人砍了 然后再说什么东西 等吧 等他出了这个QR之后 再看怎么做吧 这时候 就 也不记在意识啊 因为你看一下 你现在4块4 4块3.6 你4块7 4块钱 相差大概就是少过18 你就等等吧 我觉得什么东西都不要做了啊 看下有什么 看下他有什么好消息 或是坏下去之后 再看一下怎么样 这时候去操作也是很难啊 等消息 等quartery report出来之后 再看吧 另外一个是 solarvest solarvest图就不错 我觉得啊很不错的啊 你可以看到了他现在呢 就 已经是涨上去这一个 啊 存款主力线 全部站上去了啊 又站上去这个200天均线 又站上去poc 其实他已经很漂亮了了 但是我个人觉得如果他有机会 突破这个从 这个k线的最高价 大概就是1块1.01啊 我觉得是可以进场的啦 1.01可以进场的 如果突破上去的话 嗯 又站上去啦 站上去这个1.01 这个要在首盘价啊 close price啊 我这时候大概是在 呃 呃在4.45分之后 好像已经是 大概是1.011.0的这样啊 这个我觉得是可以追的 是可以满路的 然后然后磁损呢 就放在这一个 0.985 然后他这个dugget price呢 我们就放在高一点 可能这是在1.15吧 1.15这样就有一个比较跨中间 我觉得他是有机会了 因为他已经是站上去这个筹码风 站上去所有的筹码主力线 他已经有机会往上去 但是一定要突破啊 1.01啊 靠近收盘价的时候 现在还没有突破啊 靠近收盘价的时候突破 我觉得是可以进场的 所以我们就记录起来一下先 看一下是不是 可能是有人问的时候 我们再看一下 OK 这些都是我的个人办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这些操作呢 只是一个 呃demo吧 也不一定是对的 呃 你的钱你自己做主 如果你觉得我这种方法呢 是比较好 适合的话 你在留言区给我知道一下 因为有的时候呢 要写这些东西呢 是要有时间的啊 通常我用口讲的话 我就不用写上去的话 就快很多的 OK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就把我去share 把我去like 谢谢大家